台北天空灰蒙蒙 远眺地标101也只能看见下半座的建筑体 因为大陆冷气团来袭夹带大量沙尘 这回沙尘暴加埋害双重影响台湾 渡辉地区或是工业排放的PM2.5 两个在冷空气传输的过程 会影响到我们的空气品质 云嘉南地区陷入红色警戒 空气中PM2.5细旋浮为例的指标非常高 北部竹苗及中部有一些短暂震雨 空污严重程度减缓 但是高频依赖的空气品质也不良 医生说在这样的空污情形下 短短15分钟的户外剧烈运动 包括跑步 打球 或是在外头走路30分钟 都会让原本有心肺疾病的状况更恶化 或是诱发气喘 路上有许多民众戴口罩防范 不过有一些新奇小物更热脉 像是鼻子专用的透明鼻罩 塞进鼻孔过滤脏污 号称隐形口罩 我们把它放在里面的时候 它就是会过滤阻隔空气中的一些脏污 跟一些围层 鼻罩塞在鼻子里 远远看根本看不出来有塞东西 隐形口罩因为雾霾业绩强强棍 美妆店和网路都卖翻 另外口罩也成长了两到三成 药妆店员说每天补货要两到三次以上 天气冷加上霾害 水深小物业绩翻倍成长 最近不只要注意雾霾 更要注意保暖 有民间研究天气的业者调查 35岁以上的人认为今年是暖冬 35岁以下普遍认为今年天冷 我以为天气冬天并不太暗 还好就是第一年来台北 就觉得还蛮冷的 现在还会冷 平常这个时间就已经有人热了 研究指出因为80年代后 全球暖化明显 所以35岁下的民众 对冬天冷的感受较强烈 只是现在都已经春天了 冷空气却还是一波接着一波 4号冷气团南下 北部低温下滩12度 6号仍偏凉 下周又会再一次下滑至14到15度 天气多变化 可得多注意才不会着凉 记者张卡亮收入美台北采访报报道 记者卡亮收入美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预测